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说 由于山坡预警感应器是属于24小时操作 若土崩高风险地带出现任何的地质变化 或者是土崩发生的征兆 将会第一时间被侦测到 并及时向位于光大冰岛市政厅资讯运作中心发送警报 他今日出席马来西亚工程师协会冰州分会主办的 2023年冰城地质工程研讨会后 在记者会上说 首阶段安装10个感应器共耗资20万令吉 另一方面 冰岛市长拉战德兰指出 每年9月中旬至11月都是属于雨季 通常土崩事件都会发生在10月份 因此市政厅已经发函给冰岛所有房屋发展计划的发展商 务必确保做好防范自然灾害发生的准备 他还指出 地质工程对快速城市化和人口增加的冰城更为重要 因此当人们着手推动发展主要基础设施项目和山坡地段发展时 则必须格外的小心以及做出明智的决策 因此地质工程师采用的方法都是在保护生命财产和自然环境方面 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另外马来西亚工程师协会顾问林国康披露 市政厅已经通过该协会开始着手在修订 并成山坡发展安全指南 主要修订的部分包括加强山地的安全监督与维护 其中会重新检讨并拟定出新的山坡发展地段高度与邪度的指南 换个焦点 根据环境局官网的数据显示 截至今五的一点 国内有两个地点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 分别是吉隆坡交赖114点及沙亚南108点 而卫生部今日也将针对烟埋现象公布正式的应对指南 卫生部副部长卢卡尼斯曼欲请民众采取必要的防范举措 他说一旦发现空气污染指数高起 该部劝请民众戴上口罩加以防范买害 并减少户外的活动维持留在更安全的室内空间 他也提醒民众多喝白开水维持不口渴的状态 患者新闻 玻璃市前周大臣阿兹兰将向总检察署提呈呈情书 以寻求检讨他所面对的合共10项虚假申报及洗黑前控状 阿兹兰的辩护律师布哈诺丁今日告诉地庭 辩方已收到来自控方的对于本案的相关文件 并正在详言当中已完成陈情书 法官阿祖拉最终给辩方两个月的时间 已完成上述的陈情书 并责定于11月10日进行案件管理 以让控辩双方告知陈情书的进展 阿兹兰在4月10日被控上加洋地庭 并面对5项虚报海外度假便利域118万令吉的控状 为他不认罪 而在4月12日被告 也在龙氏地庭不承认5项收取106万令吉非法活动收益的控状 另一边乡 沙亚南推示庭在控方撤销非理控罪下 给予陈信党中尉法医之释放弹簿等同无罪裁决 沙亚南推示庭昨日过堂时 控方宣布撤回针对法医之在刑事法典第354条文下的非理罪名 根据法律 在释放弹簿等同无罪的裁决下 控方未来仍可以援引同样的罪名再次提供被告 根据当今大马的报道 法医之受访时证时 总检察署接受了他的诚情 因此控方申请车销其控状 当今大马检查法庭广站资料显示 法医之的案件于今日在沙亚南推示庭过堂 案件结果列为 或是但不等同无罪DNA 另外首相安华表示 数个月已经由总检察长权力分割政策的内阁文件提成到内阁会议中讨论 并提及强化总检察长和律政师的角色 这个程序还在进行当中 目前还没有提交给领选委员会商讨 其中也会涉及许多资金 他今日在大城堡清真室与穆斯林进行周五祈祷后 接受媒体询问时重申 对于副首相阿摩扎西被控案件 在法庭被判或是不等同无罪案 他没有进行政治的干预 他认同人民对于此事有权提出疑问及有知情权 但他认为此事应该阅读完整的来龙去脉 而不是污蔑说这是首相的指示 他还说 有人说曾审阿摩扎西案件的法官无可选择 这是说法是不正确的 虽然法官是根据检控方的控状进行审理 但是法官依然拥有材料权 而他也不是总检查署 关于这个是安华下达的指示的指控也是不对的 这期新闻给您报报到这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